广州游泳女神刘湘新华社发奥运会双料冠军,陈爱泽新华社发亚洲废人苏炳天,新华社发泳团陈伟平,于贺心,新华社发嫂儿为马看广州运动员战绩。 在刚刚结束的雅加达亚运会上,广州运动员共取得16斤4银4铜的佳季,分别打破一项世界纪录和一项亚洲纪录,成功刷新为亚运会参赛的历史最好成绩。 此前,广州运动员在亚运会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是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13斤5银8铜,16斤战绩,就算放到雅加达亚运会的代表团奖牌榜上, 也可以排天八桥,广州竞技体育战绩标柄,被誉为富可敌国。 昨天下午,第18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总结大会在北京召开, 里约奥运冠军陈艾森,体操小花陈宜乐,留情停登广州运动员出席,参加本届雅加达亚运会的广州体育健而有27位,为广东隔壁市之首,加上来自广州高等乐校的精英就更多了。 他们参加了游泳,挑水,水球,体操,乒乓球,田径,基建,篮球,棒球,踢滑艇,弹拳道,高尔夫球,盘延,龙州, 爆灵球,桥牌等项目的竞逐,门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周婉希,许倍,孙家辉,与女颜值已勾量,实力更亮, 雅加达亚运会女子50米游泳决赛中,广州游游女神刘香,以26.98秒的成绩夺金, 打破了中国选手赵金,在2009年罗马市锦赛上,创造了27.06秒的世界纪录, 就是本届亚运会上,创造的第一个游泳新世界纪录,也是唯一的一个。 而广东上一次,有运动员打破游泳世界纪录,要追逐到1957年的七烈云, 虽然50米洋游是非奥项目,但刘香洋游的进步其实,是提升自由游竞技水平的手段,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他给我们继续带来惊喜。 事实上,刘香此后在女子50米自由游,的决赛中夺的银牌, 虽然西白给日本红人吃江丽花子,但对手的成绩距离刘香,保持的亚洲纪录还有明显差距。 结束亚运会比赛后,刘香在广州只休息了两天,就回青岛做了一个拖了一年多的眼部小手术, 为了被战过去这段日子的紧张赛事,她一直带着眼部不是坚持训练,还连破亚洲女世界纪录,果然是女战神。 如今,顺利完成手术的刘香,又将展开她新的征程,被战年末的短时世锦赛了。 两朵体操小花自然是月女,尤其是勇夺团体,全能,平衡目赞向冠军的三金王,陈宜乐,平衡目和高低档,本来就是中国体操的优势项目。 中国女孩在奥运赛场始终都是有机会的,而宜乐在自由体操和跳马上都在力争加满。 这将令她在全能方面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加上她的心理素质或应非常难得,首次参加全运会和亚运会都表现出色,应该说是东京奥运的希望之心。 马上到来的体操是锦赛,首次参赛的她也将真正检验自己的实力。 学霸坐落在广州的各家,高校在本届亚运会上也是出京风头,尤其是亚洲费人苏炳迁,在夺得男子100米冠军后,在新闻发布会上专程感谢的季南大学,事实上苏炳迁的这一标饼战绩还不是季大学子的全部功力。 本届亚运会,近南大学的学生共摘得四金,包括作为副教授的苏炳迁,摘得含金量极高的男子百米金牌,还有广州体育的另一位金童,李渊奥运会双辽冠军陈艾森,摘得跳水男子双人十米牌冠军,另一位中国跳水梦之队成员谢思义,摘得跳水男子三米把单人和双人双金。 三崽已经立下这令状,期待着在东京奥运会未免双冠,而且思义距离完成男子三米版的大买冠,也就仅剩下一枚奥运金牌。 广东工业大学则在此秀出自己作为高校篮球华南谷的实力,要知道广东宏远多位顶级球星基于广工有身后渊源,本届亚运会中国篮球大放异彩。 在三元篮球赛场,中国队的男子队员,曾冰强,就是广工田校队球员,刘伟浩是广工校队主帅,也被誉为中国的老K教练,他曾率领广工校队夺的三届大学生篮球超级联赛冠军,在PUBA也帮助球队成为东南王。 2011年刘伟浩就职教了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国家学生南篮,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非职业球员出身,却能指掌国字号率领的教练。 如今,刘伟浩则成为率领中国对手多亚运会三人篮球南篮冠军的亚洲金牌教练。 金头,中国乒乓球队在本届亚运会上包烂五金,其中,被球名名称小胖的广州选手樊振东夺得了团体和单打两枚金牌。 樊振东早在上个奥运周期就被视为中国男兵未来领军人,他目前世界排名第一,今年经过多项重要赛事磨练,渐渐成长为国平新一代的核心。 用谈成为平于贺心自然,是目前广州游泳的金头,他在雅加达亚运会上,获得了两金一银一铜,四成以一百米混合永接力决赛,得最后一棒游的极其震撼。 他在四成为一百米自由永接力决赛中更勇敢地打起了最后一棒的任务,于贺心说,压力自然是大的,但总要有人去游,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 其实每次比赛对他而言都是人生的历练,于贺心认为,通过本届亚运会他真的长大了,很多事情,他不再回避,而是希望掌握主动权与选择权。 基建是广州的传统强项,如今中国基建队处于西老交替阶段,广州剑客在队中也承担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雷声已经升级成为中国花剑队主帅,主要执教女队,本届亚运会他的弟子,傅一亭,就占了一枚女子花剑个人银牌,女花还获得了团体银牌。 此外前男子花剑个人一度排名世界第一的广州剑客马剑飞,如今还在队中作为精神领袖,他帮助中国南花获得了团体银牌,另一位高颜值剑客是配剑队的许英明。 本届亚运会证明广州在帮助中国南配战的一枚团体银牌,系,这观察广州选手逼到传奇雅加达亚运会香烟散尽,但广州选手大放异彩,在广州体育切记起的联衣却久久,无法平静。 广州市体育局负责人表示,雅加达亚运会广州选手刘湘、陈爱森、樊振东、余赫鑫、陈一乐、刘勤勤等一批运动员脱颖而出,创造佳绩,是广州体育清新成果的集中体现,得益于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是广州体育人十年如一日不懈努力的结果。 正所谓抬上一分钟,抬下十年功,每一位优秀运动员的成功,背后都有体育人,心情付出的汗水,值得一提的是,在刚刚结束的广东省运动会和上一届全国庆运会上,广州军团全面胜出,无一例外都取得了金牌、奖牌和总分三项第一。 广州清新体系成熟完善,基础后实,为青少年提供了好的环境和成才渠道,基层工作抓得是,竞技体育才能出尖子,广州体育在本届亚运会大放异彩,完整诠释了这句话的内涵。 通常来讲,一级运动会可以支撑举办低竞技体育,在一到两届保持高位运行,但想要完成超越绝非一是,广州选手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上创造高峰,时隔八年完美超越,显示出扎实的基础和强劲的上升趋势。 这得益于体制,机制的高效运行。 首先,广州市委,是政府对于体育事业的一贯支持,是广州办大赛,预行人的关键。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协院,原位文体校更是成为冠军摇篮。 其次,广州亚运会的圆满成功,掀起了全民健身的热潮,体育文化和体育精神融入制作城市,声明观念更新,为经济体育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像刘湘、陈爱森与贺心等一批选手,都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仔。 最后,广州有一大批招根基层的高水平教练,像陈爱森的启蒙教练谈靖宇,白震东在广州队的教练张宁,都是在清训阶段,做出巨大贡献的教练。 正是他们在幕后默默无闻的付出,才成就了一批批少年才俊的横空出世。 从广州市队到广东省队,再到国家队,一批批广州选手,形成了良好的传统和传统带效应。 广州体育不断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人才培养和输送机制,为他们在国际赛场为国争光打下基础。 每一位广州选手想在高手会赛的国家队脱颖而出,已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能够闪耀国际赛场,更需要付出更多的汗水和努力。 从亚运支撑到国际体育名城,广州一路高歌,下目标进发。